车辆停好 脚一跨出去 旁边就是五米高的必沙溪 只有矮石柱跟腐蚀围栏 却是附近居民唯一的安全防护 它随时都会掉下去 去年才一个人才掉下去而已 它因为不小心靠了就掉下去了 它死掉一个人 黑色上衣的男子满脸鲜血 坠落在大排水沟里 去年四月才有工程师因为勘查作业 跌落五米高的水沟不致身亡 试过一年还是只有当时的腐蚀栅栏 鸡座整个损毁夭欲坠 根本没有防护能力 手拿金融市政府的回应公文 上头写着安全措施已经加强 但实际现场只有腐蚀铁栏跟矮石柱 工程师意外最巧死亡一年后 居民要的安全柵栏还是看不见 虽然有很多人下去的时候 你们才会发现到才来做这一块 就来不及了啦 限制它不是人情畅行的环境 市政府觉得这边其实要再做演绎 市府回应因为不是行人常走的地区 所以用水泥十吨已经很安全 但去年才传出一死意外 回头再看看这样的环境 安全性的问题恐怕让居民 还是难以接受 记者朱定龙接用报道